你这条龙好精致 这条龙是我三岁的时候见过的 哎呀我好害怕呀 我也有 还有两根呢 九龙是香港警队有名的警探 人称九色 其实最让九龙出名的 是他身上的九龙纹身 这次被上司派到毒贩身边做卧底 就连毒贩也对龙形纹身感兴趣 据九龙自己说 三岁时候真的见过龙 那天在海边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 最后竟然真的在水底看到一条龙 那天一人一龙玩了很久 而且他隐约记得 那是一条有九个头的龙 不过毒贩们不相信这个说法 认为九龙是在胡扯 有个头的龙快出来救我 我也有 他有两根呢 信也好不信也罢 警队的同事们已经带队赶过来 警笛声让毒贩们立刻收拾东西跑路 九龙担心逮捕计划功亏一篑 当机动手抢了一把枪大杀四方 大毒贤在小弟们的掩护下匆匆逃离库房 穿过后厨一路跑到前厅 参加婚礼的客人们都要懵了 枪声响起 所有人都捂着脑袋往外跑 九龙行动受阻 从地上一跃而起 跃过桌子往前追 毒贤终于被拦下 自知走投无路 还想挣扎一番 九龙完全没这个意思 这下事情闹大了 莫迪警察打伤毒贩 还大闹婚礼 对警察形象是一种破坏 警队高层为了社会舆论 只能把九龙调职处理 本该有大好前途的九色 只能被派到远离市区的 元朗刘福山小警署工作 这里风景就够好 前途够惨 整个警署还不到20个人 只能处理日常案件 抓毒贩的大事就别再想了 不过九龙调到刘福山不到三个月 附近就发生了两起杀人案 死者全都是女警察 从手法上来看 应该是相同凶手作案 被害人都是颈部被勒窒息而死 而且枪也被凶手抢走 叶石官分析 这个死者死亡时间 大概是昨晚11点左右 但目前没有更多的线索 上次林瑟尔对九龙很不满 九龙是林瑟尔培养出来的 一荣俱荣 而且为了给九龙调理到最佳状态 特地介绍了一位不到40的老中医 王医师通过把脉 发现九龙问题不算大 最多算是有点强迫症 开几副中药调理调理就行 不过还没等进行下一步诊断 王老爹的突然介入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王老爹也是找女儿开药的 九龙不好过多打扰 接了个电话匆匆离开 自从被调到刘福山 以前的同事就很少联系 未婚妻却坚信 九龙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两人再过几个月就要结婚 因为女友也在警队工作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任务要忙 所以现在就得开始筹备婚礼 变态杀手还在作案 有一名女警在蝴蝶村被残忍杀害 为了尽快抓到凶手 九龙带着兄弟们在天水围社服 让胖胖的小珍故意换上警服诱惑 九龙未婚妻也在这里 手上的大钻剑让小珍很羡慕 第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天水围第八座 第二起发生在轻轨铁路上 但是凶手故意把尸体搬到刘福山警署 显然是故意挑衅 第三起就是蝴蝶村的那次 九龙判断凶手一定会再犯案 所以才会和兄弟们重点监视轻轨铁路和站台 小珍在路上走了没多久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果然出现 伸手就捏小珍的脸 一脸的变态像 由于对降机时零时不零 九龙没法及时听到消息 兄弟们只能不警示就行动 变态被控制后 九龙才赶到 可惜这人不是那个凶手 真正的凶手已经悄悄靠近指挥车 出手将一名兄弟打死 还用袋子装着九龙未婚妻逃离现场 凶手骑自行车在前跑 九龙就拼命追 可就在九龙即将抓到凶手时 黑洞洞的枪口冒着火光 九龙应声倒地 这次案子过后 九龙被停职 奇怪的是 凶手也没再犯案 直到一年后 在澳门又发生相同的事情 而且死者是健身房的学员 更巧的是 这个健身房也是王医师常去的地方 老板林姐好像感觉到了些什么 结束训练后 就找到那名女警 让她换家健身房 可女警执意不肯换 甚至还扬言要投诉林姐 于是第二天 澳门警方就在路边发现了女警的尸体 曹锦斯 有几个香港警察来了 澳门接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他们管 应该是来动顾问的 香港那边带队的是小五 当年是九龙下属 曹瑟对香港警方介入很有意见 而且对小五意见更大 因为九龙未婚妻出世那晚 小五也在场 曹瑟认为 那么多人都抓不到一个凶手 一定是能力问题 所以各方面都看不起小五即人 澳门的案子验尸官鉴定后 认为被害人是被凶手用迷药迷晕 然后用手臂勒到窒息 而且根据伤痕来看 死者在临死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甚至还做出过反抗 而且死者身上还有一个弹孔 这种前边近后脑出的子弹是致命的 弹头应该还在现场 可之前警方用地毯式搜查 也没发现弹头在哪 小五没办法 只能回香港找九龙帮忙 现在的九龙已经流发絮絮 没有半分警察的样子 甚至还到擂台上打假拳 自从未婚妻出事后 九龙整个人都颓废了 就算已经知道未婚妻凶多吉少 还是常常做轻轨到事发地 渴望有奇迹出现 如今凶手再次出现 九龙当然不会放过一丝破案的可能 当天晚上就赶到澳门的案发现场 他试图还原那天的场景 如果凶手是用手臂不成 再用枪对付被害人 挣扎之际一定会枪口偏上 所以弹头就在路旁的树上 你怎么找到的 用官员了 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用的 九毫米驱尺弹头 九龙已经被警队复职 但保险起见不能配枪 本来是不能跨境查案 插手澳门那件事的 可俩人以澳门司警警察的身份来查案 没有引起什么怀疑 在健身房不但看到认真教学的灵解 还看到了曾经和九龙打过拳赛的大山 王医师正好来健身 不过差点认不出颓废的九龙 九龙先生 你的气色真的很差 你下午有空的话 一定要来找我 九龙最心于查案 只是随口应付 无意中进入一个房间 到处都摆着中草药 屋内的水池 还有一个光头大汉穿出来 这人就是大山 是健身房的老板 曾经和九龙打过比赛 那次是大山输了 时至今日还忘不掉 希望有机会 能和九龙再打一场 为了增强体质 大山这些年接触了中医 每天都会用各种草药 泡药语 方子就是王医师给配的 不过大山好奇的是 学员在澳门遇害 为什么是香港警察来调查 香港警察插手澳门的事 曹瑟尔对此很不满 派人暗中跟着九龙和小五 时刻掌握他们的消息 得知九龙曾经和大山有过接触 便立刻带人去健身房调查 老板大山在办健身房之前 曾经服役于美国陆战队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疑点 不过九龙在街上 却看到老板娘林姐 凭多年办案的直觉 他断定林姐一定有问题 而且没过几分钟 九龙就被人堵在巷子里 要不是伸手好 恐怕就得买股他乡了 脱离危险后 本想去旅馆找小五商量对策 可小五已经被澳门警方盯上 要想拜托曹瑟的人 两人只能找王医师帮忙 他老爹是澳门地产大亨 一定有办法的 看到是九龙打来的 王医师迅速接起电话 得知他为了查案被跟踪 二话不说 立刻求老爸帮忙摆平 为了避嫌 王医师开车带着小五先走 王老爹紧随其后 再上九龙离开 本来走了也就走了 可曹瑟不死心 接到消息就带队赌过来 原来是我们大小姐带朋友来啊 难道来澳门赌钱也犯法吗 澳门的司警跟着小五进了酒店 九龙和王老爹顺利摆脱监事 可小五冒充澳门司警查案的事 让曹瑟很不满 被按在柱子上收身 脸都要丢完了 怎么说也不能让兄弟吃亏 九龙干脆露面 想和曹瑟谈谈合作协同办案 不过曹瑟不肯答应 香港警察冒充澳门司警 而且还跨了警察案 这次传出去会是一个很负面的示范 不过鉴于大家都是纪律部队工作 曹瑟只是告诫两人 不要一错再错 九龙一把勒住小年轻的脖子 要不是曹瑟说情 这小子绝对要吃大亏 曹瑟亲自把九龙和小五 送上返回香港的船 可九龙还是觉得不对 健身房的林姐绝对有问题 不然不会跟踪自己 而且在巷子里被偷袭 绝对与林姐有关 虽说这案子涉及到澳门司警 但上司林瑟只给九龙半个月时间 不管有多难 不管有什么阻碍 半个月内必须破案 你以前真的很厉害的吗 你露两手 给那些澳门警察看看 再次回到刘福山警署 九龙看着未婚妻的照片 想到一件事 那是和大山比赛之前的一次酒会 大山带着儿子和林姐一起出现 当时的林姐眼神清澈温柔 完全不像那天派人袭击自己的眼神 为了弄清楚林姐的来历 九龙请同事们帮忙 把林姐工作的地方和住过的地方 全都查了一遍 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 可始终没能发现 林姐有什么异常 现在九龙每天做梦都能梦到未婚妻 她只能通过打拳击 发现压力 王医师觉得 正是因为查案亢奋 导致九龙的肾上腺素在全身游走 建议用中药调理状态 你记得哦 一定要准时喝 准时 怎么准时 一边抓贼 一边拿这个药胡喝 王医师坚持认为 九龙精神状态有问题 身上的龙形纹身 就是最好的证明 龙只存在于传说中 没人相信 九龙曾经真的见过龙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医师竟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 不如两人做个交换 互相看对方 看什么 看 你跟飞机场似的 有什么好看的 说笑归说笑 王医师决定 用精神疗法 帮九龙调理身体 扔过一个耳机 让九龙没事多听歌 起到多少效果 没人知道 不过九龙听歌时 竟然出现幻觉 看到未婚妻穿着婚纱 出现在车站 私人已去 活着的人要更坚强 九龙决定做出改变 恢复身体训练 剪掉长发 刮掉胡子 听王医师的话 按时喝药 甚至坐车 也不忘锻炼身体 九龙终于从阴影中走出来 同事也查到 林姐在香港的住址 就在元朗水边的围村屋 街坊们说 林姐和大山 曾经在那里住了十几年 现在就已经很少回去了 听到大山的名字 九龙好像想起了什么 翻出当年和大山比赛的录像 反复观看 不过还没从录像中找到线索 同事们发现 林姐竟然入境回香港 可连续几天都没能从窃听器里 发现什么疑点 九龙也怀疑 是不是自己查错了对象 想到当年在车站 近距离接触时的情况 九龙突然想到 也许大山才是真正的凶手 此时窃听器里传来的声音 印证了九龙的判断 林姐说自己必须干掉九龙 否则不会有平静的日子 既然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干脆就加快这个速度 九龙带队悄悄摸上楼抓人 屋子里却不见林姐的身影 屋里漆黑一片 只能凭借火光判断位置 小五不慎中枪 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眼看林姐爬上屋顶 九龙也紧随其后 可他有恐高的毛病 不敢跟着翻过去 还好林姐进入轻轨列车 九龙在关门前一刻也闯进来 让人在车内大打出手 九龙没有怜向西域 这种生死关头 心软是会要命的 司机以为是乘客打架想出来劝阻 被林姐一脚踢回撞在挡杆上 列车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超出了正常行驶速度 车厢里还在激烈打斗 车头已经冲出弯道 侧翻的列车一直撞毁民居才停下 九龙命大只是擦伤 林姐则被当场压死 可同事们在林姐的房子里发现一个袋子 看上面的字条 显然是早就准备好要留给九龙的 这袋子在未婚妻出世那晚 九龙就见过 可他不敢也不想肯定就是同一个 拉链拉开时 九龙还是崩溃了 袋子里就是未婚妻 大山和林姐就是凶手 只是九龙没想到 大山竟然胆大到赶来刘福山找事 得知林姐死亡的消息后 大山决定干掉九龙报仇 九龙的身手已经恢复到最强状态 但常年炮药玉的大山也不弱 不但能扛住九龙的重击 还能一脚踢碎柱子 这时候也不能讲太多江湖规矩 九龙抓起碎玻璃反身就渣 结果被大山抓起来狠狠摔出去 桌上的图钉也撒了一地 身强力撞的大山 按着九龙就往地上撞 半张脸都被图钉扎穿 打架一见血就会上头 同事们已经赶到 九龙本该留守抓人 可最后还是没收住力道 失手把大山推出窗子摔到山下 连个人影都没了 九龙的恳求真的得到回应 耳边竟然再次出现龙银声 和三岁时银一样 可当他跑到天台上时 海里根本就没有龙的影子 不管刚才是幻觉 还是龙不愿意现身 九龙现在怀疑 自己精神可能出了问题 人在某种压力下会感到绝望 绝望后就会觉得孤独 还有强烈的无力感 警队再次举办了葬礼 可上司不肯再让九龙 继续跟这个案子 死的人太多了 重案组已经介入 可这个仇不能不报 而且只有九龙最了解凶手 万般无奈之下 他决定自己行动 联系到澳门的曹瑟尔 希望能到澳门亲手抓到大山 但两边的法律不同 曹瑟尔也帮不了九龙 我以后都不能查这个案子了 你一定要回去 你这个样子 还像个男人吗你 九龙完全没了斗志 整个人重新变得颓废 王医师没办法 脱了衣服 晾出胸前的纹身 他之前得了乳腺癌 原本只是割了左边 可割了之后 要穿纹胸还要再装上假的 王医师索性就把右边也割了 在那之后 就在胸前纹了梅花 背后还有一个纹身 是王医师和妈妈 他妈妈是因为同样的病 离开人世 说这些不是为了卖惨 是要告诉九龙 人人都有难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勇敢面对 而且王医师告诉九龙 大山在美军路战队服役时 在一次战斗中 被炸得伤痕累累 所以现在的皮肤 大多数都是移植的 泡中草药 就是为了治疗移植后的后遗症 可王医师只知道 大山是病人 不肯相信大山是凶手 甚至不肯介入这件案子 我知道你是个医生 有忍耐有爱心崇高 可是你现在连指正一个 真正的凶手的勇气都没有 九龙连走了王医师 现在他又陷入困境 没有上司支持 他只能寄希望于同事 翻出当年比赛的录像 那次是香港警方 和澳门警方的友谊赛 九龙代表香港警方出战 在比赛中获胜 现场有几个香港女警 过于失态 竟然当着大山儿子的面 大肆嘲讽 甚至推推嗓嗓 大山的儿子 感觉内心受到伤害 再加上看到老爸输了比赛 回家路上 就和大山吵了起来 争吵让俩人都失去理智 大山儿子愤怒下车 却下巧被过路的货车撞死 全赛的失败 导致大山失去儿子 但导火索 除了输给九龙 还有那些女警的刺激 所以从那以后 大山就不断作案 甚至故意挑衅九龙 本来没人会怀疑到大山头上 但澳门那个女警察的死 让大山露出破绽 因为林姐当晚曾经劝告死者 换一家健身房 应该是知道大山的意图后 想救死者 但死者当时没听劝 最终惨遭杀害 而大山这个人 在战场上受过伤 身心都与普通人不太一样 再加上因为肤色问题 在美国受到排挤 直到在香港遇到林姐 才觉得找到真爱 可林姐的心理也不太正常 认为大山把太多精力 花在九龙身上 莫名心生嫉妒 才会到香港暗杀九龙 大山本想阻止林姐 不过因为没有护照 只能偷渡 所以才会往那一步 赶到香港时 林姐已经死了 九龙本来还发愁 到哪里能找到大山 没想到 已经回到澳门的大山 打来电话 说已经绑架了王医师 让九龙够胆 就到澳门一站 把上打电话给王医师 看看他在不在澳门的健身房 电话真的没人接 九龙不敢再耽误 决定立刻去澳门救人 其实王医师此时 还在正常上健身课 根本就不知道手机下 可毕竟两地之间甚远 当九龙开车赶到澳门时 只看到大山出现 大山将儿子的死归咎于九龙 这件事根本说不清楚 九龙只能出手 两人体型有差距 九龙对大山伤害有限 几番交手后 被大山死死勒住 差点窒息 没办法 只能用关节剂反制 甚至从地上摸到玻璃就扎 九龙的身手很利索 再打下去 就能降服大山 可大山砸碎石膏 找出隐藏的手枪 差点反杀九龙 九龙知道大山的心魔是擂台 索性夺过枪打空所有子弹 要和大山进行最后的决战 多年前的一战 没想到引出后来那么多事 死了那么多人 大山不可能逃得过法律制裁 多个同事惨死 未婚妻也没了 九龙是最痛恨大山的 上衣被大山拽掉 露出满身的龙形纹身 沾了鲜血的纹身 隐隐有龙吟之声 看到九龙身上的霸气纹身 大山也脱掉上衣 露出满背 可惜这纹身 被九龙的纹身死死克制 熟悠熟烈 一目了然 纹身实在太难堪了 大山知道九龙有孔高症 竟然故意跑到平台上 想在高台上 削弱九龙的战斗力 是已至此 根本没有躲的理由 九龙撞碎玻璃一跃而出 差点滚出平台掉下去 孔高症让九龙浑身发抖 战斗站不起来 要赢这场战斗 似乎很难 愤怒终于克服了恐惧 满背纹身的九龙 再也不用去想这里有多高 甚至还敢用飞身 跃到大山背上的打法 这个平台是全球最高的蹦极场地 大山被九龙按在地上疯狂踩踏 最后被一脚踹了出去 可大山竟然拉住绳索 稳稳落下又弹上来 九龙没想到 这人命这么大 索性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 跳下去和大山一起坠落 落地后两人都没有致命伤 大山趁九龙喘气的功夫想逃跑 子弹打光也没能打中 曹小也没想到 九龙的枪法这么差 大山到海边抢船就跑 一旦顺利到攻海 谁也抓不到他 九龙也只能自认倒霉 可他忘了 在这世上 还有一个老朋友会帮他 狂风大作 乌云急剧 耳边再次响起龙银声 海浪越来越高 一条九个头的龙从水里出现 大山如同玩具被龙细耍 龙尾轻轻一甩 大山在海上打出数个水漂 在落地时 眼前已经是九龙和曹瑟二人 龙尾的力道透涂而入 大山已经死亡 曹瑟虽没亲眼看到龙 可九龙的纹身 和今天奇怪的天气 以及大山莫名其妙 滑到岸上 他也开始怀疑 这世上是不是真的有龙存在 真正见过龙的九龙已经明白 老朋友不会时时刻刻出现 有缘自然会再见 现在最重要的是 继续开药 调理身体 张静的身手无可置疑 自从被冠以西装暴徒的称号 再没人怀疑过 穿西装的人不能打 只是观众也没想到 竟然真的出现龙 而且龙还会帮人破案 有人说九龙不败 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梦 主角九龙在三岁内敛 就已经消失在海里 所有的一切都是九龙的一场梦 不然很难解释 结尾处凶手被龙尾 拍到岸上 其实如果用魔幻的手法 讲一个小孩子与龙的成长故事 再探讨梦境与现实的关系 将其套用到 警匪破案的传统故事中 大概率能拍出一部 充满九十年代港贵的电影 可惜最后搞成 中不中 羊不羊 土不土 潮不潮 变成只有召唤神龙 才能破案的离奇结局 实在是可惜了 张静那一身的花秀 我们下期再见